在北台湾最近有一场地景艺术活动 运用了300万张废弃光碟片 打造出荷兰画家范古的知名画作《星空》 而为什么要用光碟片呢? 主办单位说光碟片曾经是数位时代的重要发明 里头承载着每个人的记忆 铺缠出人生色彩 当废弃不用之后 就非常适合来展现不同的艺术风貌 但是从这项艺术活动搜集光碟片的过程中 我们也看到了光碟片产业的危机 因为台湾一直是全球光碟片生产王国 但是当资讯储存科技越来越进步 光碟片几乎已经被视为是上一个世纪的过时产物 越来越少人使用了 台湾产业界有没有与时俱进 找到下一个发展利机呢? 从光碟地景艺术 我们带您看台湾资讯产业的新衰起伏 这里正在进行一场从无到有的造金艺术工程 预计耗费五个月的时间 要让荷兰知名画家范古的矿式巨作 星空重新出现在台湾 这幅星空画作已经接近完工 施工人员在做最后的修补 因为坡度陡峭 一不小心就会滑倒 增加了施工困难度 一万三千平的大草地是最天然的画布 从高峰俯瞰 整幅画作瞬间映入眼帘 没不伸收 但近距离仔细观察 才发现这幅艺术作品的特别之处 竟然是全部采用回收废弃光碟 品贴完成 我们希望用一个环保意识的东西 再造这样子的艺术符号 主要用光碟片的原因是因为 它光碟片是一个数位时代的产物 这个产物呢 其实就是象征了一个人的记忆 它是每个光碟片里面 都属于一个个人的记忆 所有的记忆呢 不管是好的坏的痛苦的或快乐 其实都是铺陈出人生色彩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让平凡无奇的光碟片 能够摇身一变 铺陈出色彩 打造出美丽的地景艺术 靠的是这群工作人员 他们已经辛苦了五个月 还在加紧赶工 希望在十二月底顺利完成 才能够吸引连续假期的观光人潮 当日露西下 透过灯光的投射造影 泛谷的星空又呈现出不同风情 光彩照耀下 万子千红让人目不暇击 这项地景艺术工程 原本预计十二月初就要完成 但是进度落后了 他们面临到的最大问题 原先完全没有预期到 竟然是台湾的废弃光碟片 数量有限 其实这光碟片取得 现在已经是相对困难的了 对 那我们这次主要去 收集了三百万片的光碟片 那在这个取得过程当中呢 我们其实走访了非常多间的回收场 那包括说还有一些光碟 可能就是已经卖不出去的 已经做坏掉的那些囤积的地方 我们去走访这些地方 把这三百万片的光碟片 全部都收集起来 从便利超商的废弃光碟回收数量 也可以看出 要大量取得废弃光碟片 有越来越困难的趋势 虽然把废弃光碟交给统一超商 每0.5公斤 可以换取五块钱的购物抵用金 但是从2012年起 民众所提供的废弃光碟数量 持续减少 从2012年的十万七千公斤 2013年的九万三千公斤 2014年的六万两千公斤 2015年的六万一千公斤 预计今年还会持续减少 光碟片的使用量明显减少 它很像1980年的卡带 然后到了90年变光碟 到2000年以后变成随身碟 然后到了现在什么碟都没有 但后面这些储存的东西它越来越小 甚至到现在是云端 什么东西都不要拿 你走到哪儿 你就可以从云端下载 因为网络的频宽也越来越大 所以光碟只是在整个储存的过程中 是曾经扮演过一阵子重要的角色 这些光碟片会成为地井艺术的另一个原因是 废弃光碟片越来越没有回收价值 因为光碟片上的金属反射层 过去必须用到金和银这类贵重金属 但是随着制程改善 技术进步 现在的光碟片已经改用铝 这使得光碟片回收变得无力可图 环保效益远大于经济效益 随着这个产业的一个发展 它在镀层的一个部分 就是比较少用那个金银的一个就是镀膜 早期有金银的一个提炼 那目前因为材质的一个转换 所以就是剩下那个铝的一个部分 前几年它的价值其实还是有 那去年就是在原物料价格比较低名的时候 可能在再生料的一个回收价值上面 它就会比较有一些 等于是会跟着原物料价格的做波动 所以一方面因为光碟片使用量大幅减少 民众没有废弃光碟片需要淘汰 另一方面 废弃光碟片因为可回收的材质有限 而且原物料价格低迷 回收场缺乏再处理的意愿 所以将回收的废弃光碟打造成地景艺术 就成为厂商具有创意的想法 我们所使用的光碟片其实都是一个 已经即将被汰换掉的数位产物 那我们利用这些时代的变革的这个调性呢 我们去讲述一个曾经被述说的一个艺术的语言 那曾经被述说的艺术语言搬到现代来的时候 我们用现代的语言去讲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星空 这幅画 不过这也凸显出台湾经济发展的重大危机 因为台湾一方面明显察觉 在储存科技运行乐意之下 光碟片产业缺乏发展前景 但另一方面却因为产业转型不易 台湾依然是光碟片生产王国 台湾以前是光碟片产王国是一个非常honor的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是光碟片产王国可能也就没有那么的值得高兴了 那如果你去看这个两大光碟片厂商的这个股价的话 它其实长线来看 你把这个减资的因素还原回去 或者是把一些中间可能有一些炒作 这个转投资的议题的这个波动扣除掉的话 它其实长线的这个下降的趋势还是非常的明显 台湾光碟双雄的生产数字是在2006年盘上巅峰 当年中环加上莱德生产数量近60亿片 2007年迅速跌破50亿片整数关卡 2008年只能力保40亿片 几乎是以每年产量减少10亿片迅速没落 近几年再腰斩 去年只剩下21亿片的产量 台经院景气中心主任孙明德 在进入学术圈之前 曾经在光碟片产业服务 依照他的说法 早在2000年 光碟片产业就已经浮现危机 刚好我以前在光碟公司有工作过一段时间 我工作的时候大概是2000年的时候 我进去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光碟是一个很好的产业 是一个资讯产业 为什么明明看出危机降临 却还是无法摆脱困局 似乎成为台湾产业界的宿命 就以资通讯产业来说 台湾过去的一代全王 包括光碟片 光碟机 主机板 键盘 扫描器等等 不声美举 但也都随着时代眼镜 卸下光环 但是很不幸的时候 这个我们在看这个 台湾的这个电子产业的起落 有个很大的问题是 台湾的电子产业 永远都是在 Ecosystem的制造里面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制造的角色 但是它从来不是 这个规格的制定者 也就是说 当这个规格在做典范转移的时候 那你只要反应太慢 你就是一代全王 你就是巨星陨落 你就是在下一个世代 起来的时候 就是没有你的份 台湾自己就是一个一代全王 台湾在1970年80年 台湾在几个产业上 曾经做到天下无敌 后来因为 比如说以前做那种轻工业 传统产业 1980年 因为新台币升职以后 他们就移到海外去 台湾取而代之的就是半导体 现在是资通讯产业 那资通讯产业 这个老本年也持不了多久 10年20年 那对于台湾来说 你不怕旧的走 那是一个代谢的问题 老的细胞会让它凋零掉 重要的是 源源不断有信息爆出来 所以并不需要 为什么产业去感叹 要感叹的是说 怎么没有吸引得出来 台湾曾经自豪是 亚洲四小龙之一 但是光环早已不在 原因之一 可能正是台湾产业界 被过去的成功经验所羁绊 台湾长期以制造业低成本 高品质的思维模式 在国际市场争抢订单 但现在却也被制造业思维捆绑 难以脱身 那制造业的思维 其实最大的问题 是我把这个东西做好 但是做好又不是说 做到像日本这种职人精神 做到全世界第一 做到全世界最好 它只是做到说 我这个Costum很好 我可以大量的生产 我可以很快的赚到这个钱 但是其实在这个 以现在这种电子产业 破坏式创新里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 其实会比较辛苦 电子产业的破坏式创新 趋势无人能挡 当耳机的样貌 从传统式耳机 演变成蓝牙耳机 再到iPhone 7 没有了耳机孔 即使台湾厂商 能够把耳机的 连接线成本降到最低 品质再好 也已经找不回市场 因此另一种 被成功经验所羁绊的 就是领导人思维 因为当他创业很成功的时候 他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改变你 我过去二十年 或过去五八年 我就是赚了很多钱 但是他没有想到 你的东西可能一夕之间 被一个新的放映取消 所以资讯科技 你说用过去成功的例子 或者是 当你跟不上国际 不能想的 比顾客更快的时候 淘汰的就是你 因为产品被淘汰 这些总重量高达五十公吨的三百万片光碟 必须另寻出路 因此摇射一变 光碟片成为美丽的地景艺术 呈现在民众眼前 从一片光碟 我们看到自通讯产业 破坏式创新的强大威力 佩然墨之能力 但也从这片光碟 我们看到台湾强烈 正面对宿命与困局 必须创新超越